第189章 约定 隋管其实有很多次的机会能够将这慕容成给杀了 不过他却并没有那么做 首先呢是因为这里是法治社会 他并不喜欢动不动就杀人 其次呢这慕容成也算不得什么十恶不赦之辈 除了有点顽固和记仇之外 也并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啊 只要是这小子不死 隋管就能够在他一次次报复自己的行为当中赚点外快 这么一个宋财童子谁愿意杀呀 隋管冲着慕容成瘫了瘫手 老规矩两百万 给钱我就原谅你 不给钱我就打死你 慕容成听吧 顿时表情又苦了起来 他欲言又止 隋老大 这 行行行行了 别这正那那的了啊 在我这只有骨折啊 没有打折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慕容成又不是傻子 他自然知道今天晚上想要不骨折的话 就唯有交钱消灾了 隋老大 你 看来你小子是真不上道啊 也行 那老子今天呢就先把你给打骨折了 然后明天呢在医院我上你那拿钱去行吗 别别别 别别别 我这不是让你帮我把裤子拿来吗 我去给你开支票啊 隋管听了这话怒急返校 我去你大爷的啊 那都是大老爷们 你还怕个屁啊 就你那白斩鸡的身材 鬼才愿意看呢 最后啊 慕容成唯有自己灰头土脸的走到了床边 将裤子给穿上 紧接着走到了办公桌的旁边 拿出了一打支票 大笔一挥又送出去两百万 这已经是他第四次栽在隋管的手里了 他的心情自然是十分复杂的 一开始的时候啊 他觉得丢钱是小 掉面子是大 可是现在看来他还是太年轻了 不知不觉之间就已经给隋管送出的几个亿了 光是他的那套门面呢 起码就只两个亿以上 就更别提前前后后再给出去的几百万了 这赔本的买卖 做的他是想要吐血的 隋管接过了慕容成递过来的支票 笑意盈盈的说着 算你小子识相啊 不过呢 还是那句话 你要想报仇的话 尽管冲着我来 不过在你报仇之前呢 你还是提前把支票准备好了 因为我到时候呢 可是要当面收款的 慕容成整个人无力的 瘫倒在椅子的靠背上 有一种精气神 以及现金都被掏空了的感觉 拿到了支票之后啊 隋管冲着卫生间那边招了招手 可静啊 咱们走了 一会儿吃药业去 陶静文言从浴室当中探出头来 搞定了 大功告成 两百万到手来 隋管挥了挥手中的支票 得意洋洋的笑了起来 陶静见状也是满脸的窃喜 听说市里还开了一家烧烤店 味道挺不错的 行了 随便吃 我买的 隋管 财大气粗地说着 走到门口的时候啊 他还不忘扭头 看向了 面如土色的慕容成 对了啊 明天早上呢 我就过去验收我的店铺 如果在这期间 我要是遇到了什么刁难的话 你可得给我准备好 见面礼了 慕容成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 孤家寡人的他 又哪里有实力和随管兜啊 想要改变这种局面 唯有等他的靠山回来了 离开了慕容成家之后 陶静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哎呀 都这么晚了 咱们还要开车去的话 外面也太麻烦了吧 那你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啊 我可告诉你啊 过期作废 陶静瞪了随管一眼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别人想请我吃饭 还得看本小姐愿不愿意呢 以他的姿色呀 追求者肯定是不在少处 还不知道有多少青年才俊 想要喝他共进晚餐呢 可是到了随管这儿 他还不愿意了 这无疑让陶静的自尊心 受到了一点的冲击 随管啊 这会儿就跟一个白痴似的 奶壶不开 提哪壶啊 你自己都说是别人了 又不能代表我 我发现你的嘴 怎么就这么欠呢 你怎么还骂人啊 我就骂你了 怎么的 我去 你还真以为我怕了你不成啊 这两个人呢 就像是冤家一样 再一次的争吵了起来 不过现在呢 已经是夜深人静了 再也不会有老两口 出来指指点点的 事情发展到最后 两个人从口车相争 直接升到了 你追我赶 随管快步的往前跑着 渐渐地拉开了 和身后的那个 张牙舞爪的 陶静之间的距离 他一边跑着 还一边呢 提醒着 哎 你是追不上我的啊 到时候 别又让我背你回去 该死的 你一个大老爷们 欺负我一个女孩子 算什么事 还算不算是男人了 有种 就和我单挑 你快得了吧 就你这样小丫头 再多我也不怕 还别说呀 就像陶静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她还真的是 多多益善 很快 两个人便跑到了 陶静家的门口 哎呀 别 别跑了 我 我不信了 陶静双手 撑着自己的腿 气喘吁吁地说着 相比陶静的囧态呀 水管倒是显得 风轻云淡多了 她面不改色 心不跳 你看吧 我都跟你说了 你是追不上我的 你绝对不是我的对手 好了 现在把你送到家了啊 我也要走了 说吧 她挥了挥手 准备自己 回到店铺 去睡觉了 今天对于她来说 可是满载而归呀 等等 啊 又怎么了 这里晚上是没有出租车的 你就算是等到天亮 估计也不会遇到一个 卧龙山这一边呢 是属于盛海的富人区 在这里住的人 基本上都配了自己的专车和司机 而迪哥是绝对不会上这边来跑业务的 如果刚才不是陶静提醒的话 水管还真就差点忽略了这一重要信息 啊 那怎么办呢 要不然上你家将就一晚 水管见兮兮的笑了笑 你想得美 这是我的车子 你想拿去开吧 明天再过来接我 说吧 陶静从口袋里边掏出了一串钥匙 远远的抛给了水管 水管见状 稳稳当当的接住 然后打亮了一番那串钥匙 好家伙 兰博基尼呀 哎 我也没开过跑车呀 他有些郁闷地说了一句 凡事都有第一次的 跑车的操作跟轿车没有什么区别 只要你 陶静开始给水管讲起了一些 关于跑车的专用知识来 听着水管是一愣一愣的 讲解了一番之后 陶静正色说道 记清楚了吗 那个红色的按钮绝对不能按 行了 你放心吧 我又不是赛车手 我没事按那晚上干什么 车就在车库那边 你等会儿自己过去开吧 那五千万的支票 我就明天再给你 行 等我明天办完事 再过来把车还给你 说吧 水管就要抬步往车库走去 陶静正撞大声地说道 你明天过去看店铺的时候 记得把我带上 看了之后 咱们一起去一趟陶家祖宅 明天咱们就过去 当然了 如果不是因为你今天有事的话 我今天就要带你过去了 你就别婆婆妈妈的了 明天一早 记得过来接我 说吧 她头也不回的 就拉开了别墅的大门 走了进去 我都不一定要能够治得好呢 连准备的时间都不给我 就要带着我过去治病 还真是麻烦呢 水管独自站在车库的门前 喃喃地说着 其实啊 她也不确定 这种办法到底能不能治好 陶老爷子的腿脊 不过呢 考虑到自己跟对方 有着那深层的关系 那她明天也只能 硬着头皮 上了 第190章 劝说文琴 次日清晨了 水管起了一个大早 文琴这几天呢 也已经渐渐地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作息了 她现在几乎每天就是三点一线 吃饭 研究 睡觉 中日里乐死不疲 看到她能够找到事情来打发时间呢 水管也是觉得轻松了许多 今天的早餐 俩人吃的是皮蛋瘦肉粥 是熊猫眼他们昨天夜里就已经煮好的 收了这几个小弟啊 还是真让水管十分的欣慰 前辈啊 你也别整天待在家里边了 有空的话 多出去走动走动 也好认识一些新面孔啊 这不 就那边的广场上啊 每天都有好多老年人在跳健身操呢 你偶尔也可以过去看看呢 说着话 水管将手中已经空了的碗放在桌子上 还别说呀 熊猫眼这家伙的手艺还是很不错的 他刚才一口气就喝了三碗粥 现在肚子还有点胀呢 文琴爬了这碗里的粥 听了水管的话之后 忍不住的抬眼问道 健身操 是什么东西呀 就是那种锻炼健身的动作 水管解释了一句 文琴听吧 脸色变得有些不爽 你觉得老夫还要那东西吗 前辈老当义壮 当然不需要那些东西了 我之所以这么跟你说呀 无非是想让你去结交一些朋友罢了 也总好过你每天待在家里边 大门不出 二门不入的 跟个代价归中小媳妇似的吧 水管哭笑不得的说着 在他看来呀 文琴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都快要走火入魔了 古董里边蕴含着的那股能量 文琴至今是一无所获 终日里是沉迷其中 不可自拔 久而久之啊 这人都快要磨成了 这可不是一个好现象啊 于是水管就决定 要让文琴多出去走动走动 一来呀 能够更好地融入到这里的生活当中 以此来消散他最心欲的思念 二来嘛 也好充实一下自己的生活 免得每天啊 过得如此的枯燥 听了水管的话之后 文琴忍不住地摇解头来 十分地抗拒 我现在可没有心情 去结交什么朋友啊 况且以我的年龄 当那些人的祖宗啊 都绰绰有余了 跟他们去交朋友 那不是自讲身价吗 前辈啊 前辈死言差言 现在这里讲究的 都是忘年教了 如同你我一样 年龄虽然相差的玄说 但是咱们不也成为好朋友了吗 这有什么不妥呢 理儿虽然是那个理儿啊 可是关键 我还没有多余的时间 咱们当务之急 还是需要先将古董里边的 那股能量 秘密地给挖掘出来 从而转化为自己所用啊 几百年的古墓生涯呀 让文琴过得是异常的枯燥 虽然说他曾经在仙玉之中 也是独来独往贯来 平生除了跟徒弟在一起的时候 几乎大部分的时间 都似乎是一个人在生活 可是那毕竟是仙玉的生活方式啊 而这里是凡间 重归凡间之后的文琴呢 自然也是想着游历一番 许久未曾见过的故土 也想着去结识几个当地的朋友 不过眼下 这些想法都有点不切实际了 第三仙玉的威胁迫在眉前 文琴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功夫 来游山玩水 广交天下 如何能够令自己 快速地回到二元监狱之中 这才是他 迫在眉睫 需要办到的事情 前辈呀 要劳意协和呀 人如果一直在做一件事情的话 很容易就会懈怠 而且这也绝对不会是 一个稳妥的好办法 适当地放松一下 说不定会有助于你的发现呢 随管笑颜颜地看着文琴 一直苦口薄心地劝说着对方 反正他是不乐意见到这老头 这样费险忘食的 虽然说呢 他也很想对方能够早点 将古董当中的秘密给探查清楚 毕竟这样一来 他能够跟着受益无穷啊 可关键是 人必须要懂得适得其反的道理 他越是想要搞清楚一件事情 就越容易在这种心态上 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最后说不定啊 还会功败垂成 文琴迟疑了一会儿 对着随管点了点头 那好吧 等一会儿那三个小子来了 我让他们带我去逛逛 那这样就最好不过了啊 相信我 多出去走走 说不定啊 你还能够找到灵感 就你小子会说呀 对了前辈啊 我等会儿要出去一趟 估计呢连晚上才能回来 等会儿你有什么事的话呀 直接跟熊猫眼什么说就行了 还有你一定要记住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能用真功夫 随管小心翼翼的提醒着文琴 对方啊 如今的实力 虽然下降的厉害 但是即便如此啊 也不是这凡间普通人 能够抗衡的 稍有不慎 那可是会闹出人命来的呀 而文琴啊 本身就不太熟悉这里的规矩 如果到时候起了什么冲突的话 万一要是出手弄伤了人 或者是把人给弄死了 那可就真的麻烦了 你放心好了 老夫知道如今已不是当年 我的那个武刀弄剑的年代了 我会注意的 那就最好不过了啊 随管点了点头 便起身出了店铺 刚刚从大门口迈了出来 他就看见了远远赶来的熊猫眼 这兄弟三人 老大换车了呀 看着随管门口停着的 那辆兰波基尼 熊猫眼一双眼睛在闪闪发亮 这车不是我的 是人家的 我还以为是老大的呢 这样一来 兄弟我也可以过过眼了 熊猫眼大为可惜的说道 闻言 随管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自信不已 你放心啊 不就是一辆车吗 跟着我好好的混 等今后啊 老大我给你弄一辆 对他的发展前景而言呢 区区的一辆七八百万的跑车 那还真不是个事 这还真不是的吹牛啊 毕竟 只要随便出手一个唐三彩 那随管想要几辆南波基尼 那简直是轻松加愉快 老大呀 这可是你说的啊 我什么时候吹过牛啊 紧接着 他又和熊猫眼交代了一下 让他今天带着文琴老头 好好地在周边逛逛 同时呢 还给拿了一万块钱 让对方去消费 熊猫眼见状了 赶紧将随管递过来的钱 给挡了回去 老大 昨天你才给我们兄弟 撒一笔钱呢 我们怎么还能再要你的钱呢 哎哎哎 你就别跟我在这推三组四的了啊 这钱你尽管拿着 帮我办事 差不了你们的钱 说吧 随管不由分说的呀 就将钱塞进了 熊猫眼的上衣口袋 直接挥了挥手 扬长而去 大哥 随老大的人 真的是太好了 看着随管 那潇洒的背影 小五小声地说着 小文还在这附和着 像这样的老大 咱们要是早跟一点的话 说不定啊 天都已经发达了呢 跟对了人啊 咱们今后就好好地干 卖力地干 也好 容随老大 看看咱们兄弟的决心呢 熊猫眼正色地说道 那是必须的啊 我听几个混过古玩界的朋友说了 前些天好像在黑省拍卖会 出了一个大人物 而那个大人物 好像就跟咱们老大 同名同姓 你们说 小五说到这里 抬眼看了看身旁的两个同伴 而就在此时 店铺里边传来了文琴 那满是戏虐的声音 还说个屁呀 那个人啊 就是随管 听到这里 熊猫眼他们顿时 倒吸了一口凉气啊 你们三个小子呀 算是撞了大运了 今后要好好地照顾老头的我呀 他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的 文琴大有深意地打量这三个人 熊猫眼并没有听懂文琴的弦外之音 还以为对方说的 只是关于金钱以及利益方面的事情呢 第191章 小诀儿 嘿嘿 老爷子您尽管放心啊 既然您是老大关心的人 那自然也是我等兄弟关心的人 今后啊 您只管拆遣我们就是了 熊猫眼是满脸笑容地走到了文琴的身旁 态度十分的恭敬 文琴收回了放在熊猫眼等人身上的目光之后 长变了一声 哎呀 连一点根基都没有 这调教起来难度甚大呀 这里如果是心欲的话就好了 这样老头还能让我的弟子帮你们炼制顾元旦 帮你们强行地打通筋脉呀 老人家 你 你说啥 熊猫眼这几个人呢 一脸懵逼地看着文琴 完全没有听懂对方刚才的话 什么根基 什么仙玉 还有听起来什么什么大力丸的顾元丹 这这 他们这些人呢 是平时哪能够接触得到的呀 嘿呀 不但毫无根基 就连这方面的知识也没有 不过遇到老夫 算是你们运气好 今后让你们入门 还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另外的夜边 随管上了车之后呢 就静止朝着卧龙山那边开了过去 沿湖之中啊 他还却加了一趟油 这跑车的油耗就是高 他昨天刚开的时候 还刻意关注了一下油箱 里边还有不少的油呢 加了满满的一箱油之后 他再次启程 在拥堵的道路上 慢悠悠地挪动着 终于在一个小时之后 挪到了卧龙山 把车停在大门口之后啊 他拿出手机 给陶静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在响了一阵之后 那边才接通 随后陶静那懒洋洋的话语声 从听筒当中传了出来 大清早的 干嘛呢你 我说大小姐啊 昨天不是你让我早点过来接你的吗 随管无奈地说了一句 陶静听到这里 说话顿时就来了精致了 他赶紧道歉 不好意思 刚才睡得迷糊了 把这事给忘了 你赶紧的吧 别一天天的就知道睡 你才一天到晚就知道睡呢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管王莫奖的骂我是猪 这可是你自己对号入所的啊 我可没想那些 现在就让你在电话里面嚣张一会儿 等会儿你就知道厉害了 说吧 陶静满腔怒火的挂断了电话 应该是准备起床去了 这个死女人一大早起来 火气就那么冲 随管苦笑了一阵之后呢 又给胖子打了个电话过去 告知对方 门面的事情已经弄妥了 让他带着马三眼先过去一趟 提前打点打点 胖子对此自然是没有任何的疑义啊 一声嚎嘞之后呢 就立刻挂断了电话张楼去了 又过了四十分钟啊 陶静才终于姗姗来迟 等的水管是望穿秋水啊 我以前听别人说等女人 那绝对是一件痛苦的差事 别说啊 现在我终于明白其中的缘由了 看着坐在副驾驶上 容光焕发的陶静 他忍不住的吐起槽来 可是谁知道呢 陶静竟然给他来了一句 让他哑口无言的话 能等我是你的荣幸 这话说的 还真让水管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了 不过呀 倒真是这么一回事 他这一辈子等过的女人 就只有爱慕一个 那绝对是和陶静一个等级的美女啊 况且 以他们两个人的姿色来看 水管一个男性同胞 别说是等四十分钟了 哪怕是等个四十天 四十个月 也是绝对毫无怨言呢 一念至此 水管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系好安全带啊 咱们要出发了 陶静瞪了瞪眼睛 哎 你可别着急走 刚才的账 我还没跟你算呢 哎 我去 你还挺记仇的嘛 再说了 刚才明明是你自己承认的 我可没说你什么呀 你少给我在那里打马虎眼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意思 要知道你现在还有五千万在我这呢 这钱 你是不是不准备要了 刘锦开的那五千万支票啊 到现在还掌握在他的手里呢 这也就成了陶静 绝对反击的把柄了 自从认识水管以来啊 他几乎都是败多胜少 就没有在对方的身上占过什么便宜 不过现在呢 他有把柄在手 看来呀 他今后对水管的胜算 那还是要大大的增加了 小静啊 你这未免也太黑了吧 本小姐白着呢 和一点也不黑 说吧 陶静风情万种的捋了捋头发 看着水管那就一个惊心动魄呀 片刻过后 水管才低声下气的说道 哎 算我错了还不行吗 你老人家大人有大量 哎 赶紧把你支票给我吧 行 就先给你一百万 以后表现得好 我再另外给你 等你什么时候知道尊重我了 我就把钱全部都还给你 我去 这可是我的钱呢 怎么现在整的就跟你的私有财产似的 早知道是现在这么一个局面呢 他也就不那么早离开拍卖会了 看来这钱呢 今后是要掌控在自己的手里 那才是真的钱 什么叫你的钱呀 上面写你名字了吗 现在钱在本小姐手里 那就是本小姐的 你想要的话 还要看我的心情呢 陶静可不管这是你的钱还是我的钱 反正在他看来 只要是在自己手里的 那就是自己的钱 服了服了 我真是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服了就行 咱们赶紧出发吧 今天晚上还要去一趟我家呢 正好今天要举行晚宴 怎么好过去给家里那帮看不起我们这一只的族人们 好好看看我陶静的实力 说吧 陶静意气风发的指了指前方 是以随管赶紧上路 随管还能说些什么呢 现在自己有把柄在这大小姐的手里头 那可不是五千块钱呢 而是五千万呢 所以啊 哪怕他是再不爽 也唯有言听计从了 早上十点多 盛海那拥堵的交通状况啊 可以说是终于有些缓解了 就算是如此啊 当两个人将车子开到宝玉街的时候啊 已经快要到中午十二点了 将车子停在一个附近的商场之后呢 随管带着陶静朝着自己刚刚到手的铺子走了过去 这才刚刚走到店铺门口 就听见里边传来了一声爆破 混蛋 给老子弄死他妈 妈了个蛋的 敢来我的店里边闹事 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本事 话音刚落呀 店铺里边就劈了啪啦的 响起了一阵杂乱无章的声音 同时呢 还伴随着胖子以及马三眼的惨叫声 听到这里 随管哪还站得住啊 一个箭步就冲了过去 刚一进来 他就看见胖子和马三眼两个人呢 正倒在地上各自抱着脑袋 而他们的身边还围着七八个壮汉 正对他们拳打脚拼 随管当时就怒了 他快步地冲了上去 一手一个 将围在胖子和马三眼身边的人呢 直接给扔了出去 紧接着将他们给扶了起来 没事吧 随管拍了拍胖子和马三眼 衣服上的灰尘 关切地询问着 胖子欲哭无泪地看了看随管 我说小管啊 这帮王八蛋啊 说什么这铺子是他们刚刚租下来的 我上来还没说两句呢 就被他们给围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你也看到了呀 我说小随啊 这帮混蛋 无非就是不想将店铺交出来罢了 马三眼揉了揉自己已经肿起来的额头 恶狠狠地瞪着那帮恶汉 今天他和胖子两个人过来 话都还没说两句呢 就被人兜头一顿暴打呀 这一会儿 心里的怒气是自然难平的 第192章 抢你没伤了 这个时候 一个坐在太师椅上 把玩着核桃的中年人开口了 这个店铺是老子白纸黑字租过来的 凭什么让给你们呢 随管听吧 柔有兴致地看向了对方 呦 白纸黑字租过来的 你小子最近才来的吧 老子在这里都做了一年多的生意了 骗你干什么 现在你们一来就想收走铺子 凭什么呢 关键是我可没听说这样的事情啊 昨天晚上慕容成已经答应 把这个铺子转交给我了 所以呢 我也不管你们之前是跟谁租的铺子 现在 这个铺子是我的 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话 可以去找慕容成 随管说着 闲庭信部一般地来到了中年人的身旁 我操你大爷 这样跟六爷说话 你也怕这活得不耐烦了吧 一名壮汉气势汹汹地说着 随即抄起了一把椅子 当头就朝着随管的后背给砸了过来 随管听见身后传来了异动 身子微微一挫闪到了一旁 就听见啪的一声了 失去了目标的椅子 直挺挺地砸在了地上 立马四分五裂 陶静看到了这里 心中不由地开始担心起了随管的安全来 虽然说昨天呢 他已经见识过了随管的身手不凡 可是毕竟眼下可是有好几个大汉在呢 随管是双拳难敌四手 陶静担心呢 那也是有情可原的 不过随管并没有在意 这些个壮汉在他的眼里边 只不过就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 刚才如果他不留手的话 那么这帮人早就躺在地上起不来了 哪还有现在的嚣张气焰呢 一念至此 随管脚步一挫 将整个身体犹如疾风一般 瞬间就来到了壮汉的身前 接着手起刀落 一掌重重地砍在了对方的脖子处 可怜那壮汉呢 虽然说长得是五大三粗的 可是面对随管这一记手刀 却是毫无还手之力 直挺挺地就倒在了地上 昏厥了过去 这一幕看着六爷以及其余的同伙们 纷纷吃了一惊 胖子见状兴奋不已 我说小管呢 给老子干死这帮鸭的 刚才打老鸡的时候 这帮孙子可没扫下黑手 嘴管并没有理会他 而是转头看向了一旁的中年人 也就是那个六爷 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原本我是开开心心地过来 准备接手我的铺子 不过你们的人刚才打了我的朋友 所以现在我有点不开心 而我一不开心呢 就会忍不住地发脾气 至于发脾气的后果 说到这里啊 随管笑吟吟地瞥了瞥 躺在地上的那名壮汉 那已经是不言而阅了 六爷看到这里 不由地从心中恼怒了起来 他走南闯北的也算得上是一号人物了 刚才虽然随管的雷厉风行的身手 着实令他大吃一惊 不过呢 现在自己这方可是人多是众啊 如果真的打起来 还不一定会吃亏呢 连一讲到这里啊 六爷看向随管的面容 顿时就变得阴沉了起来 继而眼神是意其余的手下 立马动手 这帮手下也是心思通透之辈啊 瞬间就读懂了老大的眼神当中包含的意思 于是二话不说 抄铁东西对随管就开始进攻了 面对着他们这一番螳螂挡车的做法 随管只是不知可否地笑了笑 随后拉开了架势 满脸嚣张地冲着那帮壮汉招了招手 态度那叫一个不可言诗人 妈蛋的敢瞧不起我们 壮汉怒吼了一声 随后捡起了地上的一根凳子腿 风风火火的就朝着随管冲了过去 那就一个气势十足啊 不过两个人刚一照面啊 这个壮汉立刻就从哪来回哪去了 被随管一巴掌给删倒在了地上 半天爬不起来 小心点 打烂我的东西可是要十倍赔偿的呀 随管笑眯眯地说着 说吧 一个剑步啊 就朝着其余还愣在当场的壮汉们 飞奔了过去 随后一手一个 不到五秒钟的时间 就把这帮乌合之众啊给打摊在地上 这一下 看到六爷可以说是如坠冰箍啊 他的这帮手下 虽然算不上是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但是呢 也怎么的能算得上是一把好手呢 可他娘的竟然此时和起伙来 在随管的手底下都过不了两招 这算个什么事啊 他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如果不是因为昨天晚上 接到慕容成打过来的电话 让他今天过来 这边特意刁难一下随管的话 那现在他指不定还在哪泡茶打牌呢 眼下倒好啊 茶没喝着 牌也没打成 自己的手下呢 却倒了一地 这赔本的买卖 做的是真让他痛心疾首啊 处理完了这一帮壮汉之后呢 这随管风轻云淡地走回到了六爷的身旁 怎么的呀 是慕容成让你来捣乱的吧 眼下这个局面呢 不是摆明了是慕容成不甘心 就那么将店铺拱手相让 从而让人过来特意捣乱一番吗 不 不是 六爷哆哆嗦嗦地说着 一副被吓破了胆子的样子 不是 既然不是的话 那怎么会这么巧 你会出现在这呢 据我所知啊 这个店铺已经关了快一个多月了吧 自同上一次在码头那边 在慕容成的手中得到了这一店铺的时候啊 随管就已经展开过一番调查了 当时他明明记得这里没有任何人经营的 可是这个叫六爷的竟然说自己在这做了一年多了 很明显这是慕容成有意为之啊 见谎言被拆穿了 六爷也不知道该如何作答了 只能低着头沉默以对 反正慕容成那边他是不能揭发出来的 要不然后管是十分的严重 而且随管这一边呢 他也一样不能得罪 要不然呢 说不定会有疲漏之苦啊 这一趟差事啊 真是让六爷毁断了肠子呀 如果早知道会有现在这样的局面 就算是慕容成再多拿十万块钱给他 他也不敢接呀 事到如今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慕容成昨天晚上转过来那十万块钱呢 还不知道够不够给兄弟们看兵的呢 你就算是不说呀 我也知道具体的来龙去脉 不过呀 咱们现在要说的不是这个事 说到这里随管顿了顿 这两位呢是我的兄弟 你的手下刚才平白无故的就把他们给打了 这一点我总不能不管吧 那这样吧 一个人十万 咱们就一笔勾销 十万 六爷瞪了瞪眼睛 有些不敢置信的看着随管 怎么的呀 你嫌少啊 六爷果然是慷慨之辈 既然盛情难缺的话呢 那我也不好推辞了 就一人二十万吧 大家也算是交个朋友 我教你大爷呀 六爷在心中是怒吼了一声 他也不敢喊出来呀 自从他成名以来呀 基本上都是别人出钱跟他交朋友 这自己出钱交朋友 那还是投一回呢 况且呀 如果真要是随管那么算的话 那他自己的手下还倒了一地呢 那是不是也该赔点钱呢 就在这个时候 随管接着说话了 我说六爷啊 你看看是现金还是支票呢 我这边来者不拒 说实话呀 六爷是很想理直气壮的 对随管说一句不给 但是转念一想 此时的形势 要是真不给的话 那么说不定等一会儿 要白挨一顿打 然后再给钱 这样一来呢 明显有些太不划算了呀 一念至此 六爷打着商量说道 我说兄弟啊 我没有那么多啊 要不然一个人十五万吧 哎 你可得了吧啊 就你身上带着那条大金链子 还有你手上带着那一串天猪啊 加起来都有好几十万了 你现在跟我装穷啊 哎 我这不是最近周转不开吗 啊 周转不开是吧 那行 三十万 再加上你手上带着的那一串天猪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如果喜欢本书 请加入订阅 方便下次继续收听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